字幕作词 李宗盛 OK 突然我开始好了 大家早晨了 我现在很忙碌地補妆 因为我准备开工 大家猜猜现在是早上的几点 早上的8点 6点几点就要起床 洗澡、洗澡、化妆 为什么今天这么早呢 其实我今天是非常忙碌的一天 因为今天要拍三条片 是不是很努力呢 其实今天拍的影片我也觉得很有趣 题材我也觉得很新� 所以我今天也很兴奋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过程 会发生什么趣事 如果大家都想知道我今天会看什么影片 就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好了 现在的时间就参加我了 因为不断着要开工 好了 继续来 Let's go let's go 精神精神 开刀开刀开刀 精神 先喝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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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早早 現在的工作已經完成了 很開心 現在要講到另一個行程 因為時間很闖蠢 剛剛買了飯盒 買了飯盒 現在坐車要去到另一個地位 在另一個地位 找一些在街上 不知道在哪裏 或者看有沒有公園 就可以吃飯盒 之後就要馬上開工 所以現在要去另一個地位 跟我來 上車 我們本來是想著 可能在公園 街上沒什麼人的地方 沒有空間可以吃 但想想一下也不是很好 好像在街上也不是很安全 所以還是在自己的車上吃 其實已經很餓了 看起來好像 因為除了我還沒吃飯 我的工作人員也還沒吃飯 大家都很慘 很髒 現在派飯時間 我們現在先開餐 趁時間 在這個吃飯時間 不如跟大家聊聊 其實我之前也看了 這個 我應該出YouTube的第一條影片 應該是2月5日 我記得前一陣子看過 其實到現在 現在4月初 我拍這條影片 跟大家聊天的時候 應該是 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 都已經拍了幾條影片 現在出了街的有幾條影片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很開心 因為在這個短短的時間 已經有超過五萬的追蹤 不是 是五萬的訂閱 所以在這裏 要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這個是真心的 還有 我每一條影片 大家都會有留言給我 留言給我 也會有很多鼓勵的說話 我之前 我記得我說過 其實在我的頻道裡面 我看到 全部都是很正面的留言 大概基本上 有九成都是很正面的留言 所以在這裏 感謝大家 支持我的頻道 還有我的影片 多謝 多謝 其實 有些人可能會想知道 為何我會開一個YouTube頻道呢 我之前也有說過 是因為我想透過這個頻道 大家也可以了解我多些 這是第一 第二 我希望去拍攝一些我自己想拍攝的影片 例如好像養生系列那樣 可能之前就拍了養生茶 Meditation 這些我自己有興趣範圍的養生系列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 另外就是 一些 我覺得是 好像一天體驗的系列的影片 其實我自己也很喜歡 因為 我之前也說過 可能我只是做幕前的工作這麼多年 其實我真的很少接觸其他學業 也很少去了解其他學業 其實究竟是在做什麼 那我覺得 所以這個題材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很有趣 而且我拍這個題材的時候 我覺得 我可以感受到很多事情 例如之前拍 樓面 我覺得他們很辛苦 我又知道我原來樓面 要做這麼多事情 每一個崗位都要做 然後又拍攝攝影助手 攝影助手又是 因為接觸就接觸得多 但其實平時真的沒有去留意他們 我還想做什麼 只知道打燈 反光 反我 但其實還有什麼 我其實可以透過很多這些 影片去 了解更多的不同學業 和了解其他人 我覺得這件事對於我 都重要 因為可以豐富到我很多的感受 還有一些我不認識的範疇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這些影片 另外一件事就是 其實我是 如果認識我的人 或者我的朋友都知道 其實我是一個 電腦白癡 對這方面是差得不得了 是什麼都不認識 而我由籌備這個頻道開始 我自己就要慢慢去學 怎樣去上載影片 怎樣去設定後台 怎樣出片 寫裡面的文字 比我其他社交媒體 是複雜很多的 用了一段時間去學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經常要去想 我下一條影片 我要拍什麼題材 有什麼題材 是我想跟大家分享 又或者是大家會喜歡看的 正如我都跟大家說 其實我真的有看大家的留言 例如大家之前想說 我聽到很多留言說 想我拍養生茶的題材 如果我有機會 有時間 我就做這件事 又或者大家會 我看到很多人都很喜歡 看我這個人體驗的影片 我都會盡量想拍多些 不同的學業給大家看 和大家分享的感受 對了 開這個頻道的困難 就是我經常去想很多的題材 而因為有時候我做幕前工作 有很多時間是很不穩定的 所以為什麼我開頭的時候 我跟大家說 今天我要拍三條影片 這麼勤力呢 就是因為我的時間 有時候比較難走 因為我不是 只是拍YouTube影片 我有其他的工作要做 有時候又要遷就我的crew 所以有時候真的遷就時間的話 我就盡量希望在那天可以 拍到多一點的影片 希望有多一點的傳播 例如未來的日子 可能我又要做一些綜藝的節目 又或者未來可能我要拍劇 可能我一拍劇 我就已經是沒有什麼時間去拍片 所以我就希望自己可以盡量去做多些片 希望大家都可以 就算我在拍劇我忙著的時間 希望都可以準時 上載到一些片給大家看 或者盡量不要把時間拉到那麼長 我都希望做到這件事 這些就是對於我來說的一些困難 但是我除了覺得這些困難之外 我也覺得是很開心的 因為其實我只有一個YouTube頻道 其實是我自己的頻道 因為我以前做幕前的工作 很多時候都是人家安排你去做些什麼 譬如可能 YUNO你做綜藝節目 你做什麼題目 或者要怎樣做 其實你已經說了給你聽 或者是拍劇 你要做什麼角色 你要去做什麼 其實已經說了給你聽 但是自己的頻道 就是什麼都要自己很主動地去想 像剛才說的要想題材 要想怎樣拍 要去聯絡所有人 自己變成一個製作人 製作人 製作人 藝術師 什麼鬼都是自己 很多時候上載影片 所以是挺忙的 但是 我覺得是值得的 還有 因為有你們的支持 所以 就更加覺得這件事是很值得的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的頻道 未訂閱的 就 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我跟大家說了這麼久 還是沒吃過 但反正我拐著說話 我現在先吃飯 等一下再跟大家說 好 終於 吃完飯了 飽飽了 可以開工了 還有 人們經常說我很瘦 問我是不是不吃東西 是否會整天折吃 其實不是 我是很大吃 整個飯盒都吃光了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我見有些贊助商都會問我 可不可以找我拍片 絕對沒問題 一定用心製作 好了 跟大家說著我真的要開工了 拜拜 等一會再見 開工 我現在終於完成了 今天三條片的拍攝工作 我現在很肚餓 雖然大家看到我下午吃了一大包 但其實 因為現在已經很晚了 你看到其實街上都沒有什麼人 所以我現在就要去吃東西了 不跟大家說這麼多了 如果大家都喜歡我這一類型 就是比較簡單一點的Vlog的話 大家都可以告訴我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我就拍多點給大家看 還有多點分享給大家 大家記得 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 我吃東西啦 我來看見一會兒 今天我們可以拍攝 我喜歡的 比我更多 我拍攝 我拍攝